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单下建三对日本的整个国家战后的建筑发展 其实也有非常大的关联性 所以先以单下建三者为主来加以讨论 然后以单下建三者这位建筑师来作为我们论述的对象 我个人觉得是还蛮必要的 其实单下建三者在台湾你们一定也经常听到 像单下建三他在我们台湾有个作品 《圣星女中》在观音三下的一个学校 他也是有作品在台湾这所呈现出来 然后也正由于他的重要性非常的高 所以他也是国际的一个非常知名的建筑师 他第一次得普利斯克奖的 就是那么日本建筑师 第一次得普利斯克奖的日本建筑师 这也是他 所以我觉得拿他来作为一个讨论的话 我觉得是还蛮必要 而且是还蛮有趣的 所以我们接着来讨论的就是单下建三的这位建筑师 那你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说在有个标题 就在单下建三之前有个标题 就是追求国家致命性的建筑师 那也意味着单下建三其实他除了他个人的建筑表现之外 其实他的所有的作品几乎都反映了 日本战后的这个国家的整个发展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用一个跟国家的关联性来看待的话 就是实际上是对于单下建三是一个非常好的写照 那就是伴随着国家成长的建筑师 其实我们一般而言实际上是不多的 所谓的伴随着国家成长的意思就是说 每个国家他在每个年代 他都有一些重要的建设重要的计划 然后他都一直都在推动 而建筑师可以非常清楚地掌握 那个时候的整个的社会脉动 还有那个时候的整个国家的需求 进而提出他对建筑的看法 或者说都市的看法的这种现象 其实是不容易的 是不容易的 而单下建三的这位建筑师 他刚好其实这就符合刚刚的那样的一些特质 他非常敏锐地观察到了 每个时期的日本的那个时候 的整个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需求 还有国家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他非常敏锐地观察到了 虽然说我待会讲的时候 只会有一点点对于他有些批判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某种程度反映出了一些建筑师的特质 那我们从一个跟国家成长 伴随国家成长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单下建三是一个非常明显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建筑师 那这个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单下建三 那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 那单下建三去世的时候 我们看到非常多的专辑 出了非常多的专辑 这些专辑的本身 其实他都对单下建三是推崇的 都是推崇的 像这个是日经建筑 他在他去世的时候出了一本专辑 把在日经建筑的里面 有报导过的跟单下建三者有关的文章 作品通通汇集起来成为一本书 那这本书的一个的标题 单下建三 它的次标题 反映时代的多面向的巨人 反映时代的多面向的一个巨人 反映时代者就是刚刚者所讲的 他在每个年代的时候 他都很敏锐地掌握到了 日本社会要什么 而且他是一个多面向 跟单下建三者有关的 可以讨论的议题非常的多 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了 他的一个人脉关系 他的一个学派 他的隐藏的一个人的关联性 其实这都看到了 所以从这本书的一个标题里面 其实我们也都可以 非常的清楚地可以看得到 确实是单下建三 他在整个日本建筑界的整个定位 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那单下建三 其实让他整个的一个人的资历 是非常的丰厚的 他在四国的爱源县的精致寺 出生开始 他出生一个银行世家 他是贵族是没错的 他们家是银行世家 就是他父亲是个银行家 他在一个贵族的背景下出生了 然后他也后来去东大的念书 渐渐地则在建筑界上面 然后也在国内 也在国外 然后最后去世 那在整个过程当中得了非常多的奖 那这个是我们 他的一个生平 我们也不细看 但是从他的这个生平的里面 我们开始看到了 他在整个的一个建筑发展里面 对于这日本的建筑发展里面 有非常大的关联性 几乎重要的作品 重要的奖项 每个时期的重要的一些思潮 的一些的观点 他绝对是有关联性的 那他也做了非常多的作品 他的作品集都已经多到 我们都已经有点数不完了 的这样的一些作品 所以我们从这样一个丰硕的成果上面 来看的话 确实是作为一个日本建筑师的代表 就近代 来看的话 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建筑师的代表 而戴亚建商 我们刚刚看到 他的一个人脉关系 其实这个都是看得到 他的一个重要性 像这些都是刚刚我们所看到的 他不管他的建筑的 一个的人脉关系 还有从不同领域的人脉关系 还有他在各界 的一个交流的关联性 还有他从外国建筑师的角度来看 还有他的业主的关联性 这些我们刚刚都有详细的说明 这都可以看得出 他绝对是重要 他绝对是重要的 像这个是我们所看到 对于他一个初步的认识 而戴亚建商 他的这样子的一个表现 他的这样一个表现 对于他个人而言 他到底有什么特质 我们在讨论他的时候 可能不会是一一的去介绍他的作品 他的那个作品要介绍 其实是介绍不完的 但是他在这样子的 他个人的一辈子的 这样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到底在哪个年代 他提出了什么看法 而有了对当时期的那个建筑界 整日本建筑界有什么影响 这件事情反而是值得我们去 值得去讨论的 特别是他掌握了日本的一个成长 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契机 而戴亚建三其实还蛮重要的 我个人也刚好有机会了 这个是我那时候1994年 在刘培生建筑师事务所工作的时候 其实我之前去日本念书的之前 我是在刘培生建筑师事务所工作 这是刘培生建筑师 非常知名建筑师 这个是我当时的 1994年的话应该是 应该是21年前 21年前在建筑师事务所的那个时候的样子 那那个时候的当下刚好有来事务所 这是他儿子 就是说当下献孝 那我们那时候 就是刚好有在谈一些合作的关系 趁那时候赶紧建议刘先生说 赶紧照相 不然机会也不多了 所以那个时候就非常幸运地照了一张相 那也有亲身参与的到 这个就是当下 那这个你看这个是在战后 这个是谷口集生 谷口集生在帮忙做翻译 就是那个时候的 其实当下建三的确实跟台湾 其实也有点关联性 而且他也有作品 而且对于 就是说台湾的建筑师而言 其实也有一些的影响 像刚去世的非常重要的建筑师 吴明修的吴老师 其实他就在当下事务所里面做过 就在里面做过 所以我觉得这个他对我们台湾 其实也有一些关联性 这也有一些影响 那当下建三他开始出来了 他在年轻的时候开始出来了 他开始登场 但是角色上面有一些转变 我们晓得说 在当时1930年代的那个时候 当下建三刚好是年轻的时候 刚好是学生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日本的建筑界 主要官方的建筑界是在讨论地贯式建筑 我们上次有提到他们的议会的这件 这个的一个的作品 还有那个时候的一个的净土 在讨论地贯式建筑 那个时候是30年代 而且当下建三刚好是大学阶段 大学阶段那个时候 而在那个时候 其实是他们的现代主义 也是萌芽的时候 而这个都是当下建三 在年轻的时候 他在建筑系里面 所接受到的一些建筑的观念 就说实际上是一个 现代主义者为主的思潮 特别是他的老师前川国南 他的老师叫岸田日出刀 都在告诉他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 这个是背景 整个的背景大环境 是在盖这种房子 是在盖这种房子 所以他在学生阶段的时候 等于是日本现代建筑的 挫败的那个时候 的挫败的那个时候 就说他们所吸收的 已经是现代主义了 这个是官方在盖房子 根本都不 就说都不采用现代主义的 而是采用像类似像这种的 一个的作品 而他的老师 前川国南 就刚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具代表性的人物 那我会先提他的老师 主要的是原因 就是说他受他的老师的影响 在学生阶段的时候 他有受到前川国南的影响 而前川国南我们在之前 有上课的时候 他是贼军之将 他叛逆性非常强的 我就宁愿要输掉这个净途 我也要告诉建筑界说 现代主义是重要的 就是他的老师 前川国南 然后 单下建山 那个时候 就说 其实上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作为一个学生 那在那个时候的一个背景 那个时候的背景 我们就说小泽说 那个时候的重要的净途 都是强调的一个所谓的 日本趣味跟东洋趣味 这个是日文 这个的一个的意思 应该就是指日本的一种风格 东洋的风格 那他的老师是不断地去做抗争 他的老师是不断地去做抗争 然后他的老师 参加这些净途的时候 都是输掉 因为他提现代主义的那种 四四方方的 非常简单的盒子 当然输啊 当然拿不到啊 可是呢 单下建山 赢了 他后来的有一些净途 单下建山 赢了 就是这种的走奖 那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其实很有趣 他的老师 不断地批判批判批判 可是 单下建山在后来的净途 赢了 而是怎么赢的呢 我们待会会讨论 那这个是一个 还蛮重要的一个背景 跟他老师来做一些的对照 那这一类的作品 就是说他 就是开始获得 首奖的时候 其实主要的是 那个时候非常重视着 日本的特质 还有国家的特质 而也就是日本现代主义的 挫败 的意义在 那这样也可以说明说 很多建筑师 在那个时候是转向 很独特的一个现象 什么是转向 我待会会做解释 那我们晓得说 在三零年代的那个时候 其实整个的日本 绝对是军国主义 绝对是在 以战争者为前提 绝对是以军阀 绝对是以政治 所以刚刚看到的那些 重要的建筑物 它要代表一个国家 那这个是 丹夏建山 在大学阶段的时候 的一个大背景 那那个时候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度 叫做大东亚共农圈 的一个设计进度 那大东亚共农圈的设计进度 主要的是想要去激励 那时候的明星 虽然说我们一定晓得 就是说日本在 在三零年代的末期 四零年代的初期时候 早就已经露出 一个战败的迹象了 早就已经露出 战败的迹象了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就开始看到了 他们那时候 为了激励人心 推出了一个 大东亚建设纪念 营造计划的一个净途 那这样的一个净途的本身 它实际上是为了要去 庆祝未来的战胜 他们先庆祝 先办净途 说我们以后要 我们要胜利了 所以需要有一个 什么一个纪念碑 就是则在那个时候 其实对于大东亚的一个表现 其实则在当时期的建筑界 其实是一直都在讨论的 那那个时候的日本 它其实已经侵略了大陆的东北 那中国的大半部 林海边 然后还有东南亚 几乎都是它的一个领土 那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 他们举办了一个大东亚建设纪念 营造计划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净途 那这样的一个净途 当然是要去凸显一个国家的重要性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也是一个地灌式的这种的延伸 然后而且对于很多的建筑师而言 他都是去福音这种的理念的 希望就是说我们所设计出来的建筑物 都是朝向这样子的方向 那有一部分的建筑师是批判的 但是我们看到了非常多的建筑师 他都是去福音这种的一个方向 而丹下建三拿了两个奖 连续的拿了两个奖 一个是大东亚共农圈的一个这个奖 还有曼谷的日本文化会馆的这个奖 他得了而且都是学生的阶段 那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了 在那个时期这个的净途 他们也做了一些的调查 这些的调查的里面 他们都认为说建筑师 他应该要去提出一些的样式 而这种的样式的本身就是 所谓的上层他们希望的 他们就说你们设计出来的东西 让我看起来像日本 让我看起来有国家的象征 他们的都是希望这样子 而且最后的结果也真的是这样子 也就是也真的是这样 那大部分的建筑师也都朝着这个方向来做 那我们看到了 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丹下建三赢了两个奖 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背景说明的时候 我们再回到他的学生阶段 则来做讨论 那丹下建三那个时候非常向往的是柯比义 他甚至在他的毕业论文的时候 他写的一个论文题目是 歌颂米开朗基罗 柯比义论的序论 他去比较了米开朗基罗跟柯比义 哇 米开朗基罗很古典 柯比义很现代 他来当作是一个议题来探讨 那这边也顺便提了 在日本的建筑系 毕业是要写论文的 他们要写论文又要做设计 他们同时都要做 也要写一本论文 也要做一个设计 所以那个时候的丹下建三 是写那个米开朗基罗 跟柯比义的关系的 这样子的一个题目 然后他就去把米开朗基罗 他所做出来的一些美的 一些的绘画 然后他跟柯比义的 纯粹的白色的这种的建筑物 加以把它连接起来 找到关系 你看哦 二十几岁的时候 那个应该是22岁的时候 二十二岁的时候的丹下建三 算是对于这个议题 他能提出这个议题 算是很有潜力的 他才二十二岁 可以讨论米开朗基罗跟柯比义 他能把这个当作 是一个研究的议题来看 算是一个好有潜力的 而且算是一个很有才华的 一位建筑师 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的 然后在1939年的时候 把这篇论文 把它发表在 现代建筑的一个杂志上面 然后他这个也是一个 他非常重要的 对于他个人对于 现代主义的一个的表达 这是1939年的那个时候 我们看到1939年的那个背景 其实上是战争的背景 那可是隔了三年 其实丹下建三改变了 他怎么改呢 其实在当时 那个丹下建三 对于当时对于建筑的想象力 可以说是沉醉在柯比义的世界当中 他什么沉醉于柯比义的世界当中 然后他刚入建筑界 刚毕业 刚毕业的那个时候 他实际上也就 开始有个非常大的改变 歌颂大东摇共龙圈的体制 的意识形态 然后而且他在刚毕业的时候 他所提出来的 刚好跟刚刚讲的柯比义 刚好相反 人们一定晓得说 柯比义的那个 其实是有民族主义的 这种的思想在的 他会照顾 就是那个什么 中低收入者的 这样子一些想法 有一点社会主义的 这种的想法 那可是呢 在他毕业了之后 他开始改变了 他到底改变了什么呢 他1939年的时候 还在讲说 柯比义很重要 可是他后来到1942年 他所提出来的 一个大东亚共龙圈的 一个这样子的 一个设计的净图 他提出了 是在富士山下的一个 是以日本的神社建筑者为主的 这种的建筑形式 而这种建筑形式获得第一名 获得的第一名 那相较于他的老师 钱川国南 绝对不做这种事情 绝对不做这种事情的 可是他因为提出了 这个的想法 获得了刚刚讲的 1942年的 这个大东亚共龙圈纪念 营造计划的第一名 而这个是1942年 那这个是他 那个时候所画出来的图 是以神社建筑者为主 他提出了一个 纪念碑的一个形式 这个没有盖出来 因为整个都战败了 当然没有盖出来 那在这个的过程当中 班下建三并没有选择新的 都市及公共建筑 而选择了神域 神域的意思 其实就是跟他们天皇 是有关系的 选择了神社 那这个的神社 他用这个来代表大东亚 就是说大东亚 而这个的神殿 我们最常见的就是 伊士神宫 的伊士神宫 这是伊士神宫的空造图 那伊士神宫 他每隔20年会迁宫 所谓的迁宫的意思 就是说 每隔20年 他会在旁边 换一个地方 再重新盖一次 每隔20年再盖回去 再盖回来 再盖回去 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是把他们木造建筑 可以源源流长地 传递下去的一种方法 伊士神宫是 西元690几年的时候 只就开始有了伊士神宫 距离现在2015年 而我们晓得说 木构造建筑 绝对不可能 留了一千多年 可是那什么伊士神宫 他在精神上面 可以一直流传下去 这就是因为有千宫 就是迁移的迁 迁宫的这个观念 所以这个你们可以看到 他同时间有两个 这个是新的 那新的这个盖完之后 这边则就会拆掉 然后隔了20年之后 他会在这边再盖一遍 然后他原有的 有些木头会开始用 就是说使用过去 然后让他这个伊士神宫 好像生生不息的 可以延续下去 而伊士神宫 是他们的日本建筑的里面 非常重要的象征 非常重要的象征 你们一定看得出来 这个是日本建筑的 最原型 最原始的那个形状 这个是伊士神宫 那丹下建筑选择了 伊士神宫的形式 而获得了第一名 而获得了第一名 那他的老师 刚好是评审委员 丹下建筑选 他得了这个第一名的时候 前瞰果然非常惊讶于 丹下建筑这位年轻 而有才气的学生 同时心情也非常痛苦 作为评审委员的他 在评选记录中写着 由于设计对象 选择神色建筑 我们必须承认 这种想法已跳脱了 目前日本建筑 对于造型创作 是普遍的问题核心 他可能是一个贤明的人 也可能是一个狡猾的人 丹下建三他讲 他拿伊士神宫来 当作一个建筑形式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 没人敢讲他错 谁敢讲错 拖出去枪毙 在那种军国主义下 谁敢讲天皇是错 他偏偏刚好选择是天皇 用天皇来代表 大东亚共同经验权 而作为他 就是说 不断地抗争的老师 前双国难 好痛苦 就是说 我作为老师 一直在抗争抗争抗争 你的这个学生呢 讲天皇 这个当然得第一名 所以他非常地痛苦 就是说 他到底是很聪明的人 还是一个很狡猾的人 你看 这位老师 对于他的学生的爱恨交加 他可能很聪明 也有可能他太狡猾了 他太狡猾了 因为他非常清楚 老板要什么 这个是狡猾 这个不是聪明 这是狡猾 你看 这段文字 我读起来的时候 好有趣 好有趣 我们以后当 就是在评图的时候 我们会写一个评图的 那个 那个的memo 我们就会写一写 这位同学 这个隔了十年后 再公开好了 隔了十年后再公开 对于这位学生的评价 你看 从这个例子的里面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单下见山》是一个敏锐地掌握到那个时代 要什么 那作为他的老师 潜传国难 他就觉得说 我明明一直告诉你 现代主义 而且你也都是写现代主义 很好很好很好 隔了三年你变了 这种人还很少见 这种人还很少见 你看像这个 这段历史 我个人觉得好有趣 好有趣的一段历史 所以所有的记录 我个人觉得 所有的记录 就是留下来之后 隔了很多年之后 就是再重新让人去理解的话 是另外的一种的意义在 而像这些 其实这些史料通通在 通通在 而且前端国难 他也写得很清楚 他也写得很清楚 他对于《单下见山》的评价 而《单下见山》 则在当时其实当然赢 他192 在39年到1942年 隔了三年而已 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净土案 他赢了 那这样的一个现象 其实我们现在假如说 用一个大时代的一个角度上面 则来看的话 很普遍 而这个的一个大时代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 叫什么呢 我们假如说研究 那个时期的一个社会发展史 或一个思想史上面 则来看 经常用了一个名词叫转向 这个转向也是日文也是中文 其实这个也意识着都是一样 转向 什么叫转向 就是转向的一词是指在国家的强制力下 则所产生的思想变化 而这个的一词在30年代之后 其实则在日本是纳入了日常生活用 并广泛地被使用 像这本书蛮有趣的哦 蛮有趣的 它是探讨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 这跟建筑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一本书 但是它里面是在写 内阁时期的知识分子 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战争时期的知识分子在想什么 然后他在这本书里面 他就强调了几个观念 就是第一个 在那个时候 非常多的转向的现象 其一为国家强制力的运用 我强迫你转向 我逼你 我要写屋顶 你就一定要给我盖写屋顶 第二个 个人或团体在面对压力时候 他或他们自己所选择的反应 第二个 当你压迫我了 我也同意了 这个转向才会成立 你压迫我 然后且我也同意了 我自然而然做一个邪屋顶 当你两个条件都成立的话 你有才会转向 当你两个条件 其中一个没有成立 当你压迫我 我就是不做 他也不会转向 这个都是两个条件 都是同时存在的 那也意味着 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强制力跟自发性 是同时存在的 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而在当时期 在1931年到1945年的15年之间 军国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支配着日本 那么日本政府他没有努力的去进行一些内部社会的改革 却选择了军事向外扩张的道路 这个是在当时其实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 而为了要去配合这样的一个政策 而把这个政策把理论化或正当化的一个任务 变落在日本知识分子的身上 他们想要这样做 这个是帮他背书的是谁 知识分子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看到了 先前的激进派和以进步思想为自居的人 轻易地屈服了 甚至改变了的自己的思想 为军国主义或超国家主义的国策宣传 这就是1930年代转向最普遍的形态 特见的这位学者 他在分析当时期的整个社会的一个的背景 而那个时候的一群知识分子 所做的一些的行为上面 这来看待单下见山的那个时候的转向 我们这就觉得算一个是很合理的 这就可以是理解的一个现象 那我们假如说 从大东亚共同圈今天营造计划 这个净土成果来上面这来看的话 然后是日本特质等 这个还有国家的特质 然后需要去表现这样的一个特质 而设计斜屋顶的这个建筑设计的理念 可以说是日本建筑师转向的最好的例证 就说日本建筑师 当然是福音了那样子的一个社会背景 而且顺从了这种的压力 而我们比较难去理解的是 其实单下见山那时候很年轻 才二十几岁 假如说他是五六十岁七八十岁 这个我们没有话讲 这个是没有办法 但是他才二十几岁而已 可是他在这个强制力下 他福音了这样的一个强制力 而更有趣的现象 其实不到十年间 单下见山从赞美大日本帝国 所倡导的大东亚共同圈的计划 转变成为歌颂民族主义纪念和平的广岛纪念公园的这个例子 我们又看到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又看到了说 单下见山到了战后 他非常自然地又转向了 认为民族很重要 进而提出了他的一些设计的看法 在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了在1942年 还有1956年 其实十几年间 其实单下见山 从对于现代主义的科比义的一些的这种信仰 到大东亚共同圈的歌颂大日本帝国 到战后强调和平民主 其实看到这位年轻人在当时期的那时候的转变的过程 那我觉得这样的转变过程 其实在一位建筑师身上看到 其实这个还蛮少见的 对 还蛮少见的 这个我个人觉得 这个是单下见山的一个还蛮独特的一个现象 日本的战败这是必然的 而在战败了之后 其实日本的国土有非常多要重建 那这个时候的单下 他也提出了非常多的想法 那其中的最直接就是广岛 因为广岛是被炸原子弹的地方 广岛本来是这个样子 后来被炸完之后变这个样子 那首先要重建的是广岛 就是广岛整个的城市 则要重建回 就是重建回去 那单下见山那个时候 战后其实已经在东大交苏 然后也自己有他个人的事务所 也都在从事一些的建筑的创作 而刚好符合了这个一个战后重建的这个契机 他刚好可以掌握了非常多的战后重建的工作 而其中的首先的最早的是1949年的广岛复兴计划 就是广岛要开始重建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看到了 作为一个就是日本国土的重建的第一个城市 丹下见山 他提出了一个超越了当时 我们看到了很多建筑师 他们对于城市的一些的想象 他用个大尺度的观念 用个大尺度的观念 提出了广岛的重建计划 在这个计划的里面我们开始看到了 建筑师他已经不是只是在想他的建筑设计而已 而是在提出一个都市的看法 提出了一个都市的看法 这个的例子我们在上次代谢论里面 大致上有提到过 其实丹下见山者在当时期 他实际上已经他把都市的这个议题 他非常敏锐地开始注意到了 其实日本要讨论都市的议题了 他要讨论都市的议题了 所以他在这个作品的里面 他把大尺度的都市的观念 都市设计的观念 开放空间的观念 在广岛的这个城市上 把它设计出来 这个是广岛的空灶图 其实广岛是一个河流的冲刷地 广岛的原子弹被炸 其实这有他的原因在的 这也因为这个地形的关系 这也因为这个地形的关系 所以他被投了原子弹 他也比较不幸的 因为他的坐落的位置 他的地形的关系 这被选择了可以投原子弹 所以他后来其实丹下 也提出了他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在那个想法最后实现了 在195几年的 那个时候盖出来的 最重要的一个和平纪念堂 一个和平纪念馆 他这个和平纪念馆 就是你们注意到遥遥相对的 这个是原爆地 就是说一个原爆的这个位置 这个原爆的位置是什么 原子弹的爆炸 不是掉到地面上才爆的 就是原子弹是在半空中就爆了 他投下来 它就开始他的辐射线 他的热能 他的什么什么 他就开始爆了 所以他原子弹 他是在半空中爆的 不是在这边 刚好落到他的屋顶上面 结果屋顶炸个洞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在上面 然后这个因为是紧留的一栋 所以拿这个来当作是个原子弹的象征 那我们就是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一个图里面 可以看到 它一个长长的轴线 刚刚的长的这个的轴线 其实一直是对到 就是原子弹爆炸的那个象征的地点 那就是这个的一个的轴线 这是他的魏灵碑 就是为了要纪念着那些的死亡者的一个的碑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看到了 一个长长的一个的轴线 超越了建筑的这种的设计的理念 而用个都市的角度 用个都市的角度 然后这所创造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长长的轴线 其实在单下见山的那个时候 他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些的看法 而他会提出这样的一个看法 其实上是强调和平的重要性 而可是在1942年的时候 其实他不是强调和平的 他是认为大日本帝国 其实上是会胜利的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其实会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关联性 而这条轴线的本身 我们谈到谷口吉森的时候 我们还会再谈到谷口吉森 他的学生在广岛设计另外一栋建筑物的时候 刻意的是对着他的老师的这条轴线 我们谈到谷口吉森的时候 他的就是他的作品的时候 我们会回过头来讲这个的一个的例子 他的学生怎么样去 他的设计跟他的老师是有一个相对应的一个的关系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开始看到了 在他的这个作品的里面 他把现代主义的一个想法 然后他直接在这栋建筑上面表现出来 现代建筑的五大元素 五大什么的一些的原则的这种作品 通通在这个作品上面都表现出来了 然后我们这也看到了 他这一个长长的这个的轴线 在当时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观念 就说他建筑在这边 那一直对过来对过来对过来 刚刚的看到的一个原子弹所撞下来的 遗留的痕迹是在这 然后这边再慢慢的延伸过去 那河流是这样穿越过去的这样一个的情形 那相同的对于都市的一些的关心 在1960年东京计划1960 丹下建山也提出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看到了 他对日本的 特别是东京的整个都市化的问题 提出他的一些的看法 而这样子的一个的观点 也跟当时期的整个的一个社会现象非常的契合 是因为战后 对东京的人口过度的一级集中 就是集中在东京的这个城市的里面 结果造成了整个的东京的整个的都市问题非常的多 而那个时候的建筑师 他首先的就是要解决都市问题 所以丹下建山提出了他的东京计划1960 像这样子的 也跟那个时候其实上会有关联性 然后接着我们则又看到1964年 东京奥运举办了 而丹下建山又不缺席 他刚好得到了这个代代木竞技场 就是举办东京奥运的这个的一个国家的一个祭典 建筑的事件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物 而这个代表性的建筑物其实上是追求国家致民性的 非常重要一个的象征 那我们之前谈到代谢论的时候 其实也有提到 在战后初期 整个的日本经济整个是发展起来的 而且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事件 是东京奥运 是东京奥运 而丹下建山刚好拿到了东京奥运的这个的设计权 则在他的作品的代代木竞技场里面 把这个国家就是已经不是战败的一个 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把它呈现出来 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性的作品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作品的里面 其实他除了他的建筑上面的造诣 其实上是非常的具有特色的之外 对例如说他的结构系统 你看这种的结构系统 在当时期就说1964年的日本是很难的 然后而且可以把这种结构系统把它完成 这就表示说就在当时期的 他们建筑的各个领域的整合度 已经非常高了 建筑设计 结构 设备 施工 材料 所有的整合已经到达一定的成熟度 才干得出来 那我们看到结构系统 还有屋顶形式的日本传统的意象 它这边有翘起来的一个叉叉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印象 这就跟我们一世神工的屋顶的那个形式是很类似的 然后另外它里面的整个的空间充满了一种流动感 就是说一种动态的这种感觉 这个是在建筑设计上我们看到1964年的 戴在木竞技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 可是呢 除了建筑的之外 这栋建筑它实际上背后所代表的含义是 他们对于一个国家致命性的追求 就是说所谓国家致命性的一个的追求 就是说把战争视为过去了 就是说我们已经不是战败国了 它1945年的战败是对于他们非常大的耻辱 他们在全世界战不起来 我们是战败国 只是借由1964年的这栋建筑 它让他们的开始去理解到说 我们已经不是战败国了 我们已经不在战败了 我们已经有我们自己的一些的能力了 所以则在这栋建筑的本身 它传达出的一种把战争视为过去 然后则日本站在新的出发点之上 的这种的意义 而这种意义是透过单价建栅的这栋建筑 给传达出来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看到了 当这栋建筑物完工 呈现在当时期的一般民众的面前的时候 其实日本国民而言是非常惊讶的 非常赞叹 而那时候丹下建三的这个名字 也在他们一般民众的里面 烙印在他们一般民众的印象的里面 而也因为丹下建三是当时期的 媒体的一个话题人物 也因此让建筑师这个职业 让一般人开始理解什么叫建筑师 在日本的话建筑师的这个角色 虽然说我们可能在战前 在明治时期的那个时候 其实已经有建筑师的这种的讲法 但是那个时候众说纷纭 我是东大毕业的 我也可以称为建筑师 我是个木匠 我也可以称为建筑师 那个时候的建筑师的定义很寒浑 就是19五几年才公布所谓的建筑师法 在19多少年 就是五几年之前没有建筑师法 这个法令 而在19五几年开始有建筑师法 建筑师被赋予国家的一个定位 可是那个时候的日本的民众 其实根本都没听过建筑师 根本都没听过建筑师这三个字 然后而且他也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正式的职业 虽然说都有东大建筑系 京都大学建筑系的非常多的建筑系毕业的学生 可是建筑师这个字 其实一般人是不了解的 在那个时候 丹夏建山告诉了别人 我是建筑师 别人才会想说 原来建筑师是做这件事情的 在当时的一个调查的里面 他们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调查 就是问一般的民众 就是说您对谁有印象 就是我们一般讲民意调查 丹夏建山排第二 在那个时期丹夏建山排第二 很难想象 你们现在去做民意调查 你听过影响台湾的最重要的人是谁 通常不会讲建筑师 通常不会讲某某建筑师 可是丹夏建山那个时候 在做这种民意调查的时候 就是民众调查出来的结果 第二名丹夏建山 第二名丹夏建山 所以这个时候也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丹夏的那个时候 把建筑界 还有建筑师这个角色 告诉民众 透过这个作品来告诉民众的这个意义 其实也呈现出来了 这个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看到了 丹夏建山这样子的一个作品 是他个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 那也是代表了国家的非常重要的作品 他的学生基奇心 他就讲了一句话来推崇他的老师 掌握国家成长理论的建筑师 基奇心是个理论家 也是个建筑师会创作 他在讲他的老师的时候 他就认为说丹夏建山是掌握国家成长理论的建筑师 反正国家要什么 那个时候社会要什么 我就设计一栋建筑物 我就设计一些建筑物 能反映那个时候的整个的国家 还有整个社会的需求 那这个是当时期的一个的相片 丹夏建山就等同于日本的这样的一个象征 那之后 他也不断地运用一些 有一些技术性的建筑设计 像圣马利亚道教堂 就是他强调他的结构的这种表现性 其实也都在当时期成为他的一个设计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出发点 然后另外在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上次有提到传统论真 丹夏建山会创作之外 他也会跟别人吵架 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 他不认同 然后他会提出他的一些的看法 例如他就跟穿天灯 他就打笔仗 他就认为说 传统不应该只是一直叫我体会体会体会 我感受不到的话 这个传统没有意义 那他就打笔仗跟穿天灯 那也在那个时候有了所谓的传统论真 他也是其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然后他在那个时候 他也提出了他的一些的看法 说建筑师应该是要追求表现性的 不应该设计出来一个作品 让你去体会 假如说你体会不到的话 其实是完全没有意义 建筑师要去做表现 而这种的表现 他在他的香川县听色的里面 他把表现出来了 就说传统要让你看得到 这个都是在战后的那个时候 他所因应的那个时期的 那个讨论的一个议题 他提出他的看法 所以你会看到 在战后初期的时候 其实在日本的 就是说整个建筑发展的过程当中 重要的事件他都不缺席 讨论传统的时候 他对传统有意见 关心都市的时候 我提出一个东京计划1960 那我办奥运的时候 我设计一个体育馆 就让你可以看到 什么叫做建筑师 这个其实上次在战后初期的 这个短短的十几年间 短短的十几年间 丹下建山是非常活跃的 然后而且跟整个的日本建筑界的 整个的一个整个的发展 整个契合着在一起 像这些都是我们所看到的 然后他的相同的设计理念 他持续的都在创作着 持续都在创作着 然后代谢论 到了代谢论的这种思潮出来的时候 他也没有缺席 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三尼文化会馆 这在三尼县 三尼寺的三尼文化会馆 只在这个作品的里面 你们就说 这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 建筑物支架体跟填充体 这个是支架体 就是纸结构体 就是我service call 服务盒 可能里面是厕所 可能是电梯 可能是楼梯 可能是管道间 那填充体是里面的各个空间 而支架体不变 填充体可以换掉 可以不断地增改建 这个是代谢论的非常重要的一种理论 变化与替换 增改建 你看他在代谢论派的时候 其他建筑师也有一个想法 他也不缺席 他也提出了一些看法 来去印证代谢论派的一种观念 那这也是 这个在营作 这个一个静岗新闻 就是报社的这栋建筑 更明显 你看主要的建筑 则就用个服务盒 作为一个主要空间的构成 那所有办公室就连接着在旁边 整个都长在旁边 这个是代谢论 在70年代的时候的代谢论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看到了 重要的建筑事件 重要的建筑思潮 其实当下建山绝对提出他的看法 绝对提出他的看法 那这个都是跟整个社会是有关联性的 那到了后来 其实渐渐地我们开始看到了 当下建山其实在70年代之后 其实它转向了对于都市 对于都市 这样的一个转向对于都市跟当时期的社会背景 有一个非常大的关联性 我们晓得说在70年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普遍有的经济不景气 挫折感 社会是动荡的 公害的问题 石油危机的这些问题 那开始会有非常多人去思考了一个不同的方向 新的方向 而很多建筑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像上次有提到了 就是说很多的建筑师 他开始去提出一些内向的建筑 就是说我做一个建筑是很封闭的 我对外是封闭 那我自己 就是说我自己的内部的空间 我一个内部的中庭 让我可以面对内部 其实上是非常美好的 像这样的一个观念 其实这个都是很多建筑师提出来的 而丹下建山呢 在那个时候就到海外去 就到海外 就是说在整个的70年代的那个时候 整个社会是动荡的时候 有别于其他的建筑 丹下建山到国外 所以丹下建山算是一个非常快的 我们一般讲国际化 一位建筑师 他就去海外接业务 他就把他的一个重点 把他搬到海外去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看到了 由于70年代的动荡 70年代的那个时候 整个的日本社会是经济不景气的 丹下建山那个时候 在日本建筑界里面消失了 我们看到在70年代的之前 1970年还有大阪博览会 他明明盖了那个大行架 他明明提出了这种超大尺度的空间感 超大尺度的都市空间的这种的想法 然后就在之前这么多的一些的事件 他都提出想法 可是70年代的那时候不景气 他到哪里去了呢 在到海外 在到海外去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开始看到了 在之前 他以建筑来表现一个国家的象征 他实际上已经做到了 整个是到了70年代了之后 国家的影子逐渐淡薄 这个就在我们上次在上课的时候 有提到说 70年代是个分界点 70年代的之前国家 为了刺激经济 一直刺激 全部用国家的力量来主导 70年代之后 其实国家力量视为 民间的力量开始出来 的这种转变 那70年代国家的影子 逐渐的淡薄 当下选择到海外去构筑另外一个国家 那特别是万国博览会的那个时候 当下的活动往海外移动 他主要的业务几乎都在国外 而他会往国外移动的一个原因 主要是石油危机 在日本市场萎缩 而且在日本根本没工作 石油危机的时候是禁建 萧条 根本没有的业务 那当下建山很聪明啊 石油危机的日本没有油啊 哪个国家有油 产油国国家 所以当然去产油国的那些国家 去帮他们做他们的城市的建设 那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看到了 在当时的一个石油危机 还有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之下 其实他跑到国外去了 而这种现象跟现在很类似 现在的日本因为是泡沫经济 所以很多日本企业往外进出 就是等于是往国外 所以你看现在台湾那么多的 日本建筑师来台湾 其实跟那个时候 就是跟90年代的泡沫经济 其实是有相关的 因为在日本根本没什么业务了 所以他们到国外来 而我们台湾是一个 他们可以来的地方 他们就来了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学生运动 那个时候的丹下建筑师是在东大建筑系教书 战后他就一直都在东大建筑系教书 那到了1969年 由于学生运动 学生运动的那个时候 的丹下则在建筑系里面是被批判的 学生批判丹下 就说你教什么 你教的东西 这不适合现在的整个社会背景 你都帮资本家服务 你都怎么样 学生是骂丹下的 其实学生是骂丹下 因为那时候学生运动 整个的思潮是反政府 是反整个的一个社会 哇 丹下被骂得好惨 这被骂得好惨 那丹下那个时候 他就认为说 这我干嘛被你骂呀 就是我在建筑上面的这么好的表现 我干嘛被你学生骂呀 他就说我不教了 就是我不教了 他就不在建筑系教书了 他就跑到了 那个都市计划系 就说我关心都市 你要骂我建筑 你们尽量去骂嘛 反正我不教你们 那么建筑系了 其实丹下建三 那个时候几乎都不来上课 就说我干嘛被你批判呀 其实我们看到 他在1960年之前的建筑表现 是非常好的 可是那个好 其实是被学生骂的 其实被学生骂 学生骂你 帮资本家服务 就是你的老板 全部都是政界 全部都是商界的人 你不适合来教我们 啪啪啪啪啪 哇他骂得真好惨 所以你看知名建筑师也会被学生骂的 所以其实 其实这个 这个的一个的过程 其实 其实是让丹亚建三 其实上次非常的挫折的 他就后来说 那我去 做都市 反正我建筑系不教 我创了一个都市计划系 就后来往都市计划 再来发展 那个都是往都市的方向 再来发展 那那个时候他也 就会觉得 就是说 那我建筑系不教 走去都市计划 到了后来1970年退休 他就认为说 这我不想跟学校 有钱人在一起了 就说你们都不明了 我在做什么 他就 好好地做他的一些 事务的工作 这样的一个的 这种的过程 而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的过程 我们看到了 他去海外 产油国国家 去做他的 产油国国家的 一个都市设计 都市设计 他把战后 他在广岛 他在东京 所提出来的 对于都市的 这样子的一些想象 在产油国国家 还有其他的欧洲的国家 把它实现出来 这个是我们从 丹下建山的身上 所看到的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 他在海外 有好多例子 像这是波隆纳 这是波隆纳的 1971年 帮波隆纳的 一个新都心 他所兴建的 一个计划 那波隆纳是一个 古城 非常重要的 一个古城 那波隆纳是 全世界的 最早的一所大学 就在波隆纳这边诞生 1088年的 波隆纳大学 就在这边诞生 而波隆纳的 整个的一个 城市的发展是 古城区是保留的 它的整个都市计划 在古城区 它一个原型的 一个城 的范围内 古城区是保留的 那就是古城区之外 他们成立了 新的一个都心 那在这个新都心里面 我们这就可以 开始看到了 哇 单下建山 帮他们做出了 一个新都心 那这个新都心 则就是我们 现在所看到的 它把代谢论 那个时候的 建筑物可成长 建筑物可抽换 的这种的概念 其实在1971年的时候 套用在 波隆纳的 意大利的 古城的新都心 的一个 一个都市建设的上面 那我们看到了 他们新的市政府 当时的新的市政府 就完工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 就是开始注意到了 单下建山 几乎那个时候的 所有的作品 几乎都在海外 几乎都在海外 这个时候 它也避开了 的日本国内 经济萧条的 一个社会的现象 它也持续的 有非常好的业务 来持续下去 那我们看到了 它掌握了 在当时期 70年代的 一个这样的 一个经济的萧条 反而移转到海外 去做发展的 这个现象 其实我们也看到 它的敏锐度 它的敏锐度 它其实上 它看到了 其实则在国际 有市场 对 国际有市场 所以它自然 则就到海外去 那当然 它也有 它的一个才华 才得以在 像意大利 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设计了 它们的一个新都 这个的建设 那它在日本国内的 里面的一些建筑的想法 它也在这边 把它实现出来了 那这样子的一个作品的 一个发展的过程 我们就开始看到了 其实则在当时期的 丹下剑山 它所做的一些的作品 几乎都是大尺度的 大尺度的 这种的一个都市设计 或者说一个城市的 一个的规划 都是一个大尺度的一个设计 那也因为这样子的 它得以让它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创作的生涯 得以延续下去 70年代 它几乎都在海外 80年代的时候 等日本经济好起来了 80年代日本经济好起来了 泡沫经济出现 它也开始回到了日本 像这个是王子饭店 这个丹下剑山 在王子饭店 它所设计的王子饭店 的相片的前面 这栋建筑现在已经拆掉了 已经拆掉了 它非常重要的一栋作品 在赤板的一个王子饭店 它当时其实非常重要的 一个作品 现在由于 那个时候80年到 现在已经30几年了 这样子的一个饭店的设计 的观念 已经不符合的 现在的住宿的需求 所以这个建筑已经拆掉了 那这个背后的意思 是呈现什么呢 在70年代 它在海外 它帮那些产油国 那么国家 还有其他的欧洲国家 去设计一些城市 80年代日本经济好起来了 它回到了日本 它跟财团 它跟财团集合 像这个王子饭店 是西武集团的 的饭店的系列 所以西武集团的 像王子饭店 很多都是单下建筑做的 它因为它跟西武 是有个关联性在 80年代的单下 重新回到了日本 重新回到了日本 而回到了日本 其实上也是看到了 日本经济开始复苏 而开始复苏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就是一个乱象 泡沫经济 80年代的经济复苏 则后来衍生出了 所谓的泡沫经济 而单下建三则在当时期 是回到着日本的 也配合着这个泡沫经济 的整个的一个社会的需求 那在那个时候 它改变了它1960 东京计划1960的这个想法 提出了东京计划1986 东京计划1986 在1986的这个作品的里面 它没有像1960的时候 一直延伸到千叶线 到东京湾的对岸 它没有这样 它做了一个局部的修正 对它做了局部的修正 这个的修正的意思就是说 它沿着黄居为中心 然后一直成一个轴线状的 一直延伸出来 那把它的填海造陆的范围 还有它怎么发展过来的 把它提出一些的构想 那它是等于是一个 东京计划1960的精简版 的精简版 而且这个可行性比较高 现在的东京 它的填海造陆 几乎照这个的一个想法 则在填海的 则在继续则在一直填下去 然后则在它的想法的里面 在东京的未来的发展 未来的发展 对 都是靠着东京湾边 湾岸部 我们叫湾岸部 就是东京湾沿岸 湾岸部 来这边则来发展 它提出了这样的一些的想法 那非常多的建筑物 非常多的设施 这都是靠海边 都是靠海边 慢慢的延伸过来的 而这样子的想法也确实是 我们会有一堂课谈 东京奥运 那个什么 2020东京奥运 那个2020东京奥运的 它的一些主要的场馆 也确实都在这 也确实都在这 所以会看到 其实在大家 现在1980年代 1986 东京奥运1986的时候 其实它已经勾勒出了 那个时候的东京 未来的发展 而那个时候 他跟东京都的知事 刚好好朋友 就是东京都的市长 他们东京都叫知事 就是等于是市长的意思 是一个好朋友 那时候他也鼓励了 就说要做什么 都市博览会 在灵海复都心 要做那个什么灵海 就是一个都市博览会 结果后来 因为选举的关系 他的灵木知事 就是灵木 那个时候的知事 叫灵木 输了 那青岛知事 新的人叫青岛 青岛知事 他说 我不愿意再花很多钱 在做这种泡沫式的 这种放烟火式的开发 所以把 就是都市博览会取消掉 把取消掉 就是那个时候 就没有再看到 有办那个都市博览会了 可是 丹下建山的 他对一个东京的 一个未来的发展的 这件事情 东京都一直都在做 虽然说 没有做那个都市博览会了 可是呢 他的一个 对于一个东京的 都市的发展 是要沿着海边 这样一直发展过来的 这个的构想 现在的东京都政府 他知乎都是持续下去的 所以我们也都可以看得到 其实丹下建山 80年代回到了日本之后 其实对于日本的影响性 是非常大的 而我们看到了 这样子一个的发展 现况的发展 也都是朝着这样 这个发展来进行的 然后而且未来 这应该会是一个 东京的一个 非常大的变化的区域 非常大的变化区域 到目前为止 这都是在都心部 这边有非常大的变化 但是在2020的时候 这边会有一个 非常大的变化 就在这边会有非常大 非常多的建设 都在这边会发生 这边会看到 好多建筑物 全部都会改变了 全部都会改变 而持续上 他们也不断地在填 就是说不断地在填 就是说一直填海照路 一直填过去 然后填的时候 等到一定的时间到了 他们才开始使用 这才开始使用的这样子 像这些都是在1986的 那时候提出来 他也让东京的整个都市结构 整个都市结构 就说有了更完善规划 他不管是整个的都市的 这个的发展的轴线 或者说是交通的一个的路 这个的路线等等 这都是在那个时候所提出来的 但是至于的后来 会不会一直再延伸过去 这个我们就不晓得 这个到目前为止可能还没有 就是说可能只有这几块 是有可能的 而这几块可能到目前为止 已经隔了三十年 就是说已经隔了三十年 之后还会不会降距离发展 其实这就不一定了 这个可能要我们再慢慢地观察 慢慢地在看他们整个社会的需求 的是什么 那丹夏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他掌握了整个的当时期的 一个的整个的社会的一个趋势 那那个时候泡沫经济时期 然后也重要的公共建筑物 这都在兴建着 那丹夏建山也当然得到了一个 就是说非常重要的一些作品的一些的奖项 像东京都的停舍 东京都的停舍 在1991年 这个是泡沫经济时期的正高峰的时候 那一个市政府 他拿到了一个这个的净途 那他在这个的一个的净途案里面 他提出的诉求 这就是东京都政府就是日本的象征 就是日本国家的象征 哇 这个这又是得到第一名的主要的原因 对因为在当时期 一个市政府 他其实可以不用做这种双塔 的纪念型的双塔 因为他只是一个地方政府而已 东京都只是一个地方政府而已 这个是由于在那个时候的泡沫经济的中心是在东京 所以东京是很强盛的 这是很强的 那在盖一个东京都的听舍的时候 他把一个国家的意向把它反映进去 所以他也获得了这个的首奖 那你们假如说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翻阅这个净途的背后的一些的过程 其他建筑师所提出来的 像他的学生基奇心 基奇心就完全不走这个方向 基奇心的他的整个建筑设计水平的 低矮的 因为跟民众 因为是一个民主的观念 跟民众比较亲切 所以基奇心的整个设计的观念是 是一个水平的低矮的建筑 他的老师双塔的这种的概念 所以你会看到在当时期的泡沫经济 然后而且他们都要去追求 说一个日本的国家的象征的时候 当然这种作品会获胜 因为你们一定从外在形式上 你们也一定看得出来吗 纪念性太强了 就是他不像他的学生基奇心 是强调一个水平 强调里面的场所 强调里面的空间 这种场所跟空间 跟国家意向 这一点关系都没有 只在当时期 就是说只在当时期 所以那个时候 他的学生根本没有办法超越他 他就不大像那个时候 丹架建山去超越 前川国南一样的 他就没有像这样的一个过程 丹架建山他顺理成长 拿到了这样的一个作品 然后而且他也成为了一个 在当时期对于日本这个国家的象征的建筑师 透过这样的一个作品来呈现出来 而也正由于他已经是代表国家了 所以他们后来的很多的 就是说对于国家的讨论 例如说我们要去 有怪兽要来侵袭着日本的时候 首先要把哪一栋房子给推垮 那通常的都会拿这栋来当做模型 像这是哥吉拉 你们讲的那么哥吉拉 你们讲的那么哥吉拉 是在日本是很有名的 一个一直在演的电影 那哥吉拉要去摧毁一个国家 他通常一定要举一个代表性的建筑物 所以你看到那个时候的哥吉拉 是摧毁东京都厅社的 所以你会晓得这个的一个建筑 是代表整日本 因为哥吉拉的怪兽 是要摧毁一个国家的意思 那这个国家你找不到其他建筑 可以象征 所以你们看到 这个是电影的荧幕 那从这样的一个电影 就是说里面者所看到的 其实传达出来的丹下建山 他除了在做建筑设计的之外 其实也在设计一个国家 就在90年代的那个时候 泡沫经济 那这个作品的一结束了之后 其实丹下建山 由于年纪渐渐的大了 他的整个的对于 整个的一个设计的表现 他可能也没有办法那么的投入 然后而且后来整个的改变 非常的大 所以从东京都听色了之后 虽然说他还有好几个作品的出现 但是那些作品对于整个的 日本的建筑的发展 其实已经没有大改变了 就是说已经没有大的象征意义了 那也因为他的年纪 也渐渐的那个时候 其实还真的是年纪已经大了 而且他希望他的小孩子接受 就是丹下献孝 丹下献孝 这来接受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说 可以开始看到了 他开始对于日本的 在建筑的方面的影响力 开始渐渐的减少 这个的减少不是说 他个人的影响力 而是在作品上面的影响力 开始减少了 所以1991年的东京都的听色 算是他等于是去世前的 算是一个最高峰的作品 后来的很多作品的 几乎都对整个的日本建筑界的影响性 没有这么大 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其实已经没有去影响到他的地位 就是没有影响到他的地位 他实际上也对 就是在日本的一个建筑界来讲的地位 是非常的崇高的 所有的人一讲的日本建筑绝对讲他 绝对讲丹霞建山 是战后 一个战后的非常具代表性的人物 他已经没有办法像 你看这个是做东京都的听色的时候 他已经没有办法 你看这个是放大的比例的模型 他连细部都在看 都在改图 就是后来已经没有办法了 其实后来已经没有办法了 但是他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对于他是没有影响到的 他对着日本的这个的影响性 其实是都存在着 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里面 其实我们可能可以思考几件事情 思考几件事情 第一个事情这就是刚刚讲的 丹霞建山子在他整个的一个 个人的一个成长的过程的过程当中 转向的例子 很常见 在这里的转向 某种程度是他个人的特质 个人的特质 包含了他刚开始学生阶段的时候 对于现代主义的信仰 后来对于大日本帝国的信仰 后来对于和平的追求 后来对于 就是说一个经济的萧条到海外去 就是说这都算 可以看得出来说 他是一个很敏锐的 他很能掌握 每个时期的日本的一个发展的时候的社会 或者说是国家的需求 这个是他的一个个人的特质 那也因此产生了我们刚刚讲的所谓的转向 不断地转转转转转 这样的一个这种的印象 而这样的一个个人特质 相对于其他的很多的日本建筑师而言 这种的特质有包有贬 就是贬的者就是说 他像那个什么政府的妥协了 那包的是其实让他当然 他很能了解各种的需求 而在日本建筑界里面 就是说大部分的日本建筑师 很多都是从一而终的 像圣文艳 我们会有一堂课会谈圣文艳 圣文艳从头到尾就只有一种观念 现代主义 纵使到现在八十几岁了 从头到尾都是现代主义的这种观念 所以相较于其他的日本建筑师 来看的话 丹下建山的转向的这种特质 算是很明显 算是很明显 那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然后另外的我们可能要思考一件事情 建筑师到底算不算知识分子 假如建筑师是知识分子的话 转向才有意义讨论 假如建筑师根本不是知识分子的话 我们根本不用提转向 反正在商严商 在商严商 你要什么 我给你什么 这个也有一种讲法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思考 一个很本质性的问题 建筑师到底算不算知识分子 我个人觉得 这个是一个还蛮值得讨论的议题 什么叫知识分子 建筑师到底算不算知识分子 在整个社会的里面 建筑师绝对是精英 绝对是精英 但是他是不是要放置在知识分子的框架上 来做思考 假如说要放置在知识分子的框架下 来做思考的话 知识分子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而我们建筑师的到底符不符合 的这些定义 这个其实是我们值得来做思考的 而这个两个相互间是有一个联动的关系 是因为转向其实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 你作为知识分子的话 你才会面临到转不转向的这样子的议题 当你不是的话 你这个议题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转向 根本不用放在你身上 根本没有人会理你 你今天要帮谁做事 你今天要提出什么想法 根本没有人去理你 就反正你要做就做 就是反正你要生活 你要赖以为生 等等的你就去做就好了 这个可能这也不会去做讨论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这样子的一个 丹下建三的这样子的一个 他个人的这样子的一个讨论的里面 跳脱出建筑 跳脱出都市的这些议题之外 我个人觉得从丹下建三的这位建筑师的身上 可以让我们去思考的一个议题 至于这个议题的 他可能没有答案 可能在于你们个人自己 你们自己判断 或者说你们自己做的决定到底是什么 但是最起码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这种议题是放置在丹下建三身上 我们是可以拿来讨论的 而这种议题在平常我们在建筑论述的里面 我们通常是没有提到 我们通常在讨论建筑或建筑师的时候 对于丹下建三的这种的特性 我们是没有讨论的 我们是没有讨论的 那我觉得在今天这个课程的里面 也提供给各位同学来做一些思考的一些的参考 他绝对是个重要的建筑师 他绝对有非常多的作品 而且绝对他对整个的日本整个的建筑发展 这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但是他背后所衍生出来的像转向的议题 像知识分子的议题是什么呢 得值得我们在后续 再做一些更深入的去做一些的讨论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也就上到这边 那我们下星期则会再接着上其他的 就说其他的议题 好 那我们今天课就先上到这边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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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